Namaskar,大家好,我是艾燕,印度人 今天呢,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 问我,听说在中国疫情又开始了 你们还好吗? 我说,你们不用担心了 现在中国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反而我担心你们 我担心印度 印度的疫情现在太厉害 沈亚游第一个确诊新冠病例的时候 政府很忠实这个事情 马上,就是24个小时之内 他都已经找到了跟他管的大概7000多个人 小度了所有的高风险的地方 我们老百姓也听陪和政府 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开始戴口罩 不需要的时候,不去公共的地方 然后呢,是我们也注意大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相信,沈亚就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开始的时候,我的心很复杂的 一边是新年春节的开心 我要当爸爸的开心 第二边,我担心我老婆还有我新来的宝宝 我还有担心万人的安全 那时候全世界来说,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东西 谁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那样的情况下,是我们中国的政府控制了太快了 人快两三个月就控制了这个疫情 政府控制以后呢,是这个冰到全世界了 全世界封锁的时候,中国都已经开始增长的生活 商场,饭店,店员,学校啊 所有的门店都已经增长了 很遗憾,这个冰传到印度了 印度的政府该做的都做了 花的钱不少 各立的也做各立的,都已经三个月的封锁 还控制不了 不好控制印度,人口太多 老百姓也不配合政府 印度老百姓来说,是他的钱,他的土地 比他的身体的难受更重要的 所以不要花钱 觉得,啊,买口罩是难费钱 买BBE也是难费钱 所以,如果看警察 警察说,啊,你为什么没戴口罩呢 那把他衣服拿出来,改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口罩 政府还有老百姓的心不在一个地方 所以在印度控制这个冰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个人觉得 如果全世界都朝中国的作业 那这个冰是跟中国一样很快就控制了 去公共的地方呢,是必须要少健康而为马 这样人才知道,是哪里有病,哪里没有 然后能找得到所有的病理的关系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要有病,那必须要隔离 必须要戴口罩 必须要注意别人的安全 这个也是一样重要的 要做这些,那必须要政府和老百姓 他们俩的心在一个地方 再能配合他们俩,能控制这个病 最后我要说 我们所有的人,全世界 早一点出来这个困难 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抗议 新冠-19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赞 关注我 我是印度小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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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